不同種類的鸚鵡 鑽在一起 這是動物園 要避免鸚鵡拉幫結派 打造的交易空間 因為鸚鵡是高度社會化 而且智商很高的動物 甚至跟人類一樣 喜歡搞小團體 每天朝夕相處還會吵架 這時候這兩團隊 就當起合適了 觀察鸚鵡間的互動 釐清他們鬧不合的原因 當弱勢的鸚鵡 找到另外的朋友 那另外一個是看 強勢的鸚鵡 看牠是不是 是夥同牠的小弟 然後兩個人一起去欺負 這個比較弱勢的鸚鵡 如果有的話 可能會稍微 讓牠們之間的關係 稍微有一些變化 讓雙方的勢力 是比較可以均等的 毛茸茸的黃色和尚鸚鵡 對著同伴跳起球男舞 還調皮的咬了對方的腳 對鸚鵡來說 互相禮貓陪伴 是生活中重要的一環 長期獨聚的鸚鵡 缺乏社交刺激 還可能咬掉身上的毛 或有晃動身體 吼叫等行為 鳥園店長說 新手養鸚鵡要注意的 包含羽毛 爪子 叫聲等情況 也建議從單隻飼養開始 避免爭寵打架的問題 成年鸚鵡應該一鳥一龍 但可以放在一起 好陪伴彼此 動物園保育園也分享 園內曾收留一隻 被民眾棄養的鸚鵡 小葵花 身上多處骨折飛不起來 後來因為有新朋友的陪伴 狀況日益好轉 幫牠找到一隻 同樣是沒辦法飛起來的 白鳳頭鸚鵡 牠們感情好到 甚至兩隻母鳥 可以贊同一個朝向 然後小葵花也因為 有那隻白鳳頭鸚鵡的陪伴 牠身上的羽毛 越來越漂亮 不管是動物園還是寵物店 如果你有機會 親臨鸚鵡交易中心 可能也能察覺到 鸚鵡之間獨特的社交關係 八大新聞 江凱婷 張永龍採訪報導 18位玩八方 鎖定八大名聲新聞 記得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